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荒乱,找回心中那份从容 结果两人入神的读了一小时杂志 热烈的对剧情进行讨论 漫画座谈会热烈展开 傍晚时分,两人决定去吃饭 走穿想点最贵的刺身拼袍 外行,因为机会难得 所以要吃最贵的 这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你现在迷失自我 忘记了真正想吃的东西 这几天地下的饭菜都是干巴巴的烤鱼 要吃的应该是带肉的炸食 难门炸鸡 这才是最佳答案 一语重地,找穿吃的心满意足 决定去吓一架 这时大龟就从方才能路人的衣着上 发现了什么 在本能的驱使下开始奔跑 果然,这里正在举办下人庙会 刚才那对穿和服的母女 就是要来这里 两人大光特光 烤鸡,肉串,生皮 吃到了九分饱,该收尾了 面对泡讯的小吃 大龟灵光一闪,有了点子 章鱼烧,大板烧各要三法 来到庙会工作人员的帐篷 免费赠送 What? 把东西通通送给素不相识的人做慰问品 这也太乱来了 请,一起喝点吧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大龟通过演技 巧妙得到了意外收获 免费酒水和酒友 开怀畅饮到天明 找穿心悦城服 让班长都亏宝生意 那是不可能的 不久后 大龟再次外出 诶,这个叫公本的小孩离得也太近了 原来这次负责监视的公本 很不信任这个开设独成扰乱秩序 每次都莫名其妙 赚得盆满钵满的大龟 决定严密监视大龟的一举一动 大鼻子却毫不在意 来到陆尔岛县直修店 嗯,加了连我的炸红薯 口感超地道 长官也来一个吧 别说蠢话 我正在工作 第二家店里居然有泡酒池 面对邀请公本再次拒绝 你在工作中摸鱼的方式太嫩了 这样是没法常干下去的 接下来是磁绳县直修店 他知道这里会有当地人大力推荐的美食 果然这里都是本地人 大兄弟 来杯热腾的鼠饮多 一杯只要一百元 材料是花了一年时间成熟的甘薯 比蜜瓜还要甜三倍哟 来一杯 啊,味道浓郁 却又容易入口 对吧 小哥你也来一杯不 我正在工作 人耳肚子却诚实地做出了反应 最终在大龟的蛊惑下 公本阴隐而进 这一口是公本的大娃彻底崩溃 此后 两人在工商会阿姨的推荐下疯狂试试 回顾神来已开始转移 直奔石川县直销店而去 以各地特产作下酒菜 在公园里猴瘾 大爽特爽 长官 时间差不多到了 什么 再来一小时有什么问题 我批准了 最后 公本在富得街上的黑人搀扶下返程 在车内大睡特睡 第二天 大怪 下次外出是什么时候 杂瓦猪排饭 是立根川曾挑战过的战场 那件恐怖往事已成为他初出茅庐时的美好回忆 这次老力老子他点了份女士款猪排饭 绝不会再吃亏了 来一碗大份猪排饭 哪泥 一个是低爱低下强制劳工大规 一个是低爱集团二把手 两人在大把猪排饭中不期而遇 又一个傻瓜上当了 老力阴险一笑 坐等好戏开场 大份猪排饭率先等场 还是老样的份量十足 他已经开始慌了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既然菜单上写了 就别想装糊涂 也可以有些调料 不过这种事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当得知待会儿会点了猪排饭的人拍照 大规更疯了 此时他却望向了老力 果然他看到了乔丹那张立根川的遗照 有坏事了 这么大量都能吃完 您真是饱刀未老啊 既然您胃口这么好 何不来上一点 我分给您 一碗不够还可以再来 一大老爷们儿 少依靠别人 顺男人就少在这废话 吃光不就得了 久等了 您要的女士款 哦 您可真是位男子 气魄满满的淑女啊 您先请您先请 女士优先嘛 这下立根川可忍不了了 这个服务员你上错了 我要的是大碗 精彩精彩 真是男人中的男人 没想到局势会演变成两个男人的猪排对决 老丽与大别的豪情壮起的冲进了猪排的海洋 那么这场令人瞩目的战争到底谁笑到了最后呢 最终获胜者自然是 杂瓦猪排饭 这可真是场力归相争 猪排得力的战争啊 好了 今天宇哥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宇哥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用用 喜欢宇哥的视频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